鄭文燦這個案子 真的是緊張緊張緊張 刺激刺激刺激 看到哇 你看到這個整個案子 你就可以看到出來 高院跟地院之間的工房 對不對 地院跟地檢之間的爭執 對不對 現在又變成律師跟地院之間 還有檢方之間 他的司法工房站在裡面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鄭文燦的律師提出抗告 對不對 那這個火速送到了高院對不對 那送到高院之後 高院裁下來沒有 我是認為啦 高院不大可能就是抗告成功了 讓他抗告成功了 高院之前花了那麼多的心思 打臉地院告訴你解釋說 鄭文燦為什麼又有非羈押的理由不可 所以這個不大有可能再會讓他過 再讓他過的話 我說實在話 這個光在院檢之間的往返 往返這幾次了 所以這樣之前很多人就在猜說 鄭文燦第一次500萬交保 第二次1200萬 第三次大家下賭盤 大家賭博不好 我只是說很多人在下賭盤 賭說第三次交保會多少錢 後來不用猜我講的最準 一定是壓了對不對 我就說壓了真的 那我們講說為什麼 這一次的那個積壓有沒有 檢方出示的市政 真的讓連桃園地院的法官 看的都不得不壓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講一下 現在告訴人家講說 其實這一次檢方提示的證據 真的是太明確 因為你真的有勾串的證據 施嫌 為什麼 他說鄭文燦在7月5號 那天應訊前的當天的 應訊前的當日上午有沒有 竟然他的手機裡面有LINE 通訊傳訊給他的秘書試驗庭 內容就是怎樣 跟被告應訊答辯的方向是相同的哦 而且你知道被告在應訊前 已經有管道知道說 你檢調單位要用我什麼東西嘛 你在偵辦方向到底是什麼嘛 所以我就知道說 我已經事先擬頭好了 說你問什麼我就打什麼 那個答辯方向都整個都好囉 所以他就傳給他的秘書 希望秘書再把這個消息傳出去 傳給誰不知道 好那接下來 這個事情秘書做的鄭文燦 跟他人溝通的聯繫管道 被查出來說很多次拘捐 為鄭文燦 廖俊松 還有他的兒子傳遞訊息 所以施驗庭 他是被檢方查到說 你在整個傳遞訊息之間 居於重要的地位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又講說 更誇張的是什麼 鄭文燦在107年 這個案發沒多久的時候 有沒有 5月21號晚上 曾經前往廖插庭 這個就是廖俊松他兒子的住處 可見被告確實有可能的私下 跟重要的關係人會面溝通 這是進行串政的疑慮嘛對不對 那大家又講說 那問題是這個耐訊息 怎麼突然間會呈現出來對不對 其實要講到7月5號那一天 7月5號那一天 檢方他不是在擠壓當庭逮捕鄭文燦 有沒有 你知道那個陳嘉義檢察官 就突然間就很心平氣和的就跟鄭文燦講說 那我現在既然要當庭幫你移送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手機交給我看一下 鄭文燦竟然沒有反應 他竟然也沒有警覺性 就把他的手機交給了檢察官 好 證明我的清白你看 對啊 當然人家就講 奇怪 鄭文燦不是找了三個大律師嗎 這三個大律師當庭都沒有告訴他說 不行 這個東西不能交出去 大律師可能也覺得是安全的 不是啦 大律師會認為講說 我如果現在阻止的話 不就此地無銀三百兩 感覺說我臭心肝 一定裡面有什麼東西嘛 他也沒有想到說 鄭文燦竟然真的大膽到 可以用手機的通訊軟體有沒有 跟對方篡證 對不對 或許是因為這樣 所以這樣一個大律師當庭都沒有阻止 那就把手機交出去 你知道 那個檢察官拿到手機的時候 其實心中暗暗窃息 會鬆軟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現在臺灣有八個地檢署 他已經成立了一個 數位採證科技中心 數位科技採證中心 你手機拿來 就等於你的門戶大開 你曾經在手機上面講過什麼東西 傳過什麼訊息 做過什麼事情有沒有 還有偷看什麼A片 全部都可以還原出來 所以你看這個手機一拿來 就馬上就是數位科技採證中心 趕快幫我解 所以為什麼人家就講說 你檢察官很急骨 對不對 駁回你的那個 羈押申請的時候有沒有 你竟然一而在 再而三 三度抗告 為什麼 為什麼 後台現在看出來了嘛 檢察官有恃無恐嘛 對不對 為什麼 人家轉到七月五號 我拿了手機都 七月十一號那天不是提出抗告嗎 為什麼沒有當庭呈現這些資料 給院方對不對 因為那個時候 採證中心的證據的分析數據 還沒有完全解出來啊 因為還沒有 對 那等到第三次提抗告的時候有沒有 他就趕快把這個資料完完整整的呈現在 在那個法官 地院法官面前 所以我才剛才講說 地院法官一看到這些資料之後 馬上傻眼 不押也不行嘛 對不對 好啦 那現在講說 大家就在提出來 像黃靖平也講說 這個私信秘書試驗庭有沒有 他就講說 他出身太陽花雪印 形式作風很靈活 創意很多 他跟著鄭文燦十年 對啊 不容易 對 從他選市長的時候就跟著他有沒有 一直到現在去海基會 還把他帶在身邊 所以他是不是親信 當然是親信 對 好 那我們現在講說 現在鄭文燦的最強律師 律師團有沒有 其實這裡面最有名的就是陳永來 他真的今天一大早都說辦綠劍 而且昨天晚上就提抗告嘛 對不對 那可是有沒有可能會成功 我是覺得希望相當渺茫 好 那接下來昨天出現一個小事情 就是他看守所有沒有 突然間鄭文燦 他就公告他的編號 叫做二二三五零 對不對 那突然間他講太快 一講出來二三五零之後 後來鄭文燦入間的 入所的時候 入看守所的時候 他在要不要是 希不希望透露他的訊息 給朋友知道的時候有沒有 他勾選不願意 你勾選不願意之後 那個陶肩有沒有 趕快講完了 我他不願意 我竟然把他的編號公開出來 所以他又把他的編號整個改過來 為什麼 因為這有個資法的問題 好了 這不是因人設施 這真的是小錯 對 那當然後來有吉家 換樂吉家籌 對不對 那我是覺得 最高興的應該就是國民黨 不要高興太早 做文燦這麼大 這麼大空 抓去關起來 整個國民黨在身高采烈 尤其是這個許巧欣 你看 恭喜許巧欣 恭喜許巧欣 我真的要奉獻許巧欣 你做的一些事情 雖然你可以吐一苦 鳥氣怨氣或什麼 可是你的作為 真的有時候真的讓人家很討厭 就是因為在這邊 他今天才去進來致敬鄭文燦 對不對 在立法院裡面準備六十分 我們賣得到黑糖饅頭 為什麼黑糖饅頭 因為今天桃間桃園看守所 給那個壽型人或者是關押人 有沒有 吃的就是黑糖饅頭 你看 他真的會蹭耶 對嘛 所以你今天 你為什麼 我說真的 你有什麼顧人員就是這樣 不是沒有原因的 你知道嗎 而且你久了之後 我說真的 你今天沒有這齣的 阿伯你最好 你男人的人不要向來要關 對嘛 我跟你說 搞不好下次加碼兩百份 看你要怎麼樣 還有女人說 你什麼什麼姐姐姐夫 也關在裡面 對嘛 人家就在講說 江湖在走 道義要有 對不對 這種東西 一個最高指導原則就是 贏夠不要贏過對不對 你這個時候你應該要真務實才對 真的 所以民進黨就講說 現在怎樣 你現在發這些給藍尾 是要藍尾先習慣是不是 免得將來被關的時候 吃不習慣 馬上被蹭回去 要先習慣看守所的早餐 好啦 不管怎麼樣 我剛剛也提到說 為什麼鄭文燦這個東西 為什麼會到現在 其實我覺得鄭文燦 我這兩天看到鄭文燦的新聞 我說真的 我感覺鄭文燦年紀跟我差不多 他是八的 以前在那個什麼 那個野百合學院的時候 說真的 因為我以前也參加過 野百合學院 我覺得說 看到鄭文燦真的是 從一個學生時期 這樣慢慢一路走上來 當了學生領袖之後 對不對 後來又從步入政壇 一九九七年 在桃園縣選議員的時候 還第一高票當選 後來又在民進黨裡面 當什麼文宣部副主任 主任到新聞局長 有沒有 到最後你要登上人生高峰 在桃園市選舉的時候 他第一次二零一四年 選桃園市長的時候 他自己都不覺得他會贏無智洋 雙完的時候聽說 小道消息 身邊的人講的 他說那天選完之後 鄭文燦幾乎 等於瘫了 累瘫了 躲在那個什麼 競選總部後面的小辦公室 小房間裡面在休息 後來人家把他叫出來 改講話改講話 雙完你要致死 不管選一選出都要講嘛 你知道鄭文燦醒來說 第一件事情說 他只準備了敗選宣言 他從來沒有覺得他會贏 桃園市長這一局嘛 哪知道人家講說你選贏了 你的敗選宣言對不對 後來你看二零一八年 他在選的時候 竟然獲得高票 輾壓那時候陳學勝 你知道嗎 所以就跟你講 一個人從那年輕 我看他一路走過來 走到他最後攀到事業高峰 人生高峰的時候 現在又看他輪回階下球 你不覺得 我這兩天真的是心裡面 感覺到很唏噓 所以早知道的話 鄭文燦如果有這一天 他會不會選我一樣 不要從政 對不對 好啦不管怎麼樣 我告訴你 扣勢扣勢到什麼頂童 你知道嗎 人家講說 這個桃園市調處的時候 當初在辦這個案子 就是因為消信一個調查官有沒有 他覺得說 這個案子明明市政這麼明確 為什麼你法院不願意給我收手票 對不對 所以他自己堅持辦下去 後來遇到余秀端 在當桃園地檢署檢查長的時候 有沒有 他覺得說 既然有新市政 你就給我重啟調查辦下去 不管是老虎 還是誰 全部給我打抓起來打 對不對 所以後來才會辦到這個案子 你看他那時候展開監聽行動的時候 竟然聽到相關的裡面 地主跟收畫方談事情的時候 就電話那一方 對 竟然有人聽到說 有其中一方講說 我的電話不乾淨 有人在聽 對不對 而且他還問候 你線上在監聽的這個朋友 好囂張 對啊 還沒說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在看我對不對 我現在到底在監聽我 我都知道 我現在在講給你聽對不對 你看 所以這個真的整個案子 為什麼真的是有恃無恐嗎 那現在人家講說你一文也外洩爭議 表示你這個案子在整個清查的過程之中 已經早就洩漏出去給大家知道了嘛 所以這個案子 現在是不是應該查 桃檢現在是分案 調查這個泄密 不是覺得後續到底會怎樣的發展 我們在靜觀其變